注意看前面车辆连续变道直接把咱们车主逼停了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刚才下高架的时候他就有加塞变车的动作 然而车主并没有给他机会 怒火中车的大佬一路狂飙 就要给视频车好好上一课 你们看这就是典型的论诺证 一脸懵逼的宝骏车主也是吓得不轻 赶紧加速离去 于是他一把方向过来直接把车主逼停 只见从车上下来一个飙行大汉 满脸不屑的表情 下车就要打人 遇到这种情况 咱们千万不要下车理论 直接选择报警 是最稳妥的方法 大哥不会是混社会的 女朋友都这么潇洒霸气 还好咱们车主沉得入气 不然一场四打在所难免 果然开好车的大佬就是豪狠 一顿数落加嘲讽 走时还指手画脚口吐芬芳 露露一时爽 报警让你装 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啊 咱们车主正常行驶 速度并不快 你看对面骑电瓶车的 我说妹妹你看路呀看路呀 单手骑车 一手玩手机 你说这些都是什么操作呀 这次让你长长记性 希望你下次还能这么好运 仔细看前方这辆白车准备左转 我的天 你这操作属实让我钦佩 进了头皮走吧 这么多人看着呢 我估计这哥们会到前面 没人的地方停下来 然后拿起手电 蹲地检查 心疼半个小时 你真是个人才呀 这种路段一定要提前减速 鸣笛示意 你看这电瓶车 哎呦呦 直接跌跌撞撞奔向车主 难道是咱们吓着他了吗 这直接给车主整不会了呀 赶紧连忙后退 果然大妈就是你大妈 总能给你带来意外和惊喜 前方弯道 前车刹车灯已经早早亮起 这时候车主就应该提前减速了 当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车主明显已经刹不住了 直接就追尾了 防御性驾驶 时刻保持好安全距离 一定要切记呀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前方车辆突然倒车 咱们车主鸣笛示意 原来他前面的车也正在倒车 他为了躲避 才连连后退 我说哥们 你必让没问题 但是你也要注意后方的车辆啊 本来出于好心 这下竟然把自己整顾全责 你说你这冤枉不 我说基本的交通常识 一定要懂啊